课文 二十三 纸船和风筝 松鼠和小熊住在一座山上 松鼠住在山顶 小熊住在山脚 山上的小溪往下流 正好从小熊的家门口流过 松鼠折了一只纸船 放在小溪里 纸船飘啊飘 飘到了小熊家门口 小熊拿起纸船一看 乐坏了 纸船里放着一个小松果 松果上挂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祝你快乐 小熊也想折一只纸船 送给松鼠 可是纸船不能飘到山上去 怎么办呢 他想了想 就扎了一只风筝 风筝乘着风 飘啊飘 飘到了松鼠家门口 松鼠一把抓住风筝的线 一看 也乐坏了 风筝上挂着一个草莓 风筝的翅膀上写着 祝你幸福 纸船和风筝 让他们俩成了好朋友 可是有一天 他们俩为了一点小事 吵了一架 山顶上再也看不到 飘荡的风筝 小溪里再也看不到 飘流的纸船了 小熊很难过 他还是每天扎一只风筝 但是不好意思把风筝放起来 就把风筝挂在高高的树枝上 松鼠也很难过 他还是每天折一只纸船 他也不好意思把纸船放进小溪 就把纸船放到屋顶上 过了几天 松鼠再也受不了了 他在一只折好的纸船上 写了一句话 如果你愿意和好 就放一只风筝吧 他把这只纸船放进了小溪 傍晚 松鼠看见一只美丽的风筝 朝他飞来 高兴地哭了 他连忙爬上屋顶 取下纸船 把一只只纸船 放到了小溪里 小溪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